沒有 每一酒加咖啡可以讓我這個舒緩 我的心情 尤其單身嘛 對 又不能種草莓 又不能種草莓 現在連按摩的樂趣也都沒了 但是我這一次的情報厲害了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咖啡加檸檬 可以減肥 厲害了 又來了 這厲害囉 不要以為這是假的 喜歡喝咖啡的人 加上健康的檸檬配送 咖啡加檸檬是檸檬汁 檸檬汁嗎 檸檬汁 是檸檬汁 因為現在聽說最夯的 比利呢 比利 比利就 好啦 比利要問一下我們營養的 咖啡跟檸檬是比利 妳要問一下 營養師 妳這樣子講大概對了一半 真的是 真的有這樣的說法 咖啡可以加檸檬 咖啡可以加檸檬 但是我們要的是 檸檬皮的一個營養素的部分 檸檬皮 那差很多 妳們覺得檸檬汁不一樣 對 會有一點點苦 因為其實 我們為什麼說它會減重 是因為其實咖啡 它本身就是有咖啡因 它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提高我們的新陳代謝 那這個檸檬裡面 檸檬的本身的汁裡面 它含量比較高的是所謂的 維生素C 但是我們更想要 在減重的部分 是因為這個檸檬皮 它是檸檬酸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脂肪 去做一個代謝 所以 前提就是我們以一般的飲食 你已經可能覺得 我用太多的時候 你在你的飲品裡面 就是做一點小小的調整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的脂肪代謝的 但是就是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很多人就覺得 是不是加越多越好 效果越好 那其實不見得是這樣 其實大概就是一杯 大概300CC左右的咖啡 配上半顆的檸檬 不要把它擠成汁 就是把它切切切 對 帶皮 帶皮的檸檬 一杯咖啡 凍上半顆的檸檬切片 對 不要去擠汁 這樣整個浸泡在咖啡裡面 是的 但前提 還有前提 就是一定要把檸檬洗乾淨 不然會喝 我們認同小鐘 蘇大情報議員 他所提供的這個消息 有機會 有機會 真的有咖啡 三個叉子 兩個半 這兩個半 兩個都舉半 實際上我們講究 因果關係要很強的證據力 因為它所以這樣 你要減肥 其實咖啡 雖然有增加代謝的這個功能 可是它也會影響到我們 自律神經 自律神經如果讓你晚上 超過兩杯就好了 對 超過兩杯的話 像你太晚喝 有的人他晚上睡不著 影響睡眠 對 那個反而不是能夠幫助代謝的 所以說我們是存疑 需要更直接的證據 要更大量的數據 我們才能夠推斷 這樣可以減肥 其實為什麼舉一半就是說 像剛剛姚醫師講的 我們其實需要更強烈的證據說 我今天喝下去之後 能夠增加我的代謝 或是喝下去之後 讓我的脂肪代謝得更快 但是目前的一個醫學研究報導 其實是沒有辦法證實 其中一個相關的一個 妳認同一半的原因是什麼 妳說法等於跟姚醫師一樣 認同一半就是說 事實上當你很認真的 去喝黑咖啡的時候 事實上表示 對 什麼叫代價 就是我意思說 它是很想你的毅力 對 就是它其實 那我很認真的喝豆漿 也是可以減肥 無常豆漿不錯 對 無常豆漿可以 妳有喝無常豆漿嗎 沒 尤其我們這個年紀更要 無常豆漿不錯 對 舉一半的原因是因為 檸檬是像剛剛瓊月講的 事實上檸檬在檸檬皮的部分 事實上這部分研究是有出來 甚至像是黑咖啡 其實還是會刺激我們的這些血管 一些數據會起來 就是你的心跳 會有一個興奮的一個作用 但是它基本上 它跟脂肪的代謝 也沒有直接的一個相關 其實妳們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要 雖然它是酸的 我們還是要把它當作水果類來看 它還是有糖分存在 它是口感酸的 但是營養產品它還是有糖分 如果你一天是 譬如說我一天可能就是要弄個10顆 20顆 我覺得可以美白 可以減重 那你這樣子反而真的會胖 對 它只是口感是酸的 但其實分類上面還是糖分的 其實一直有人在說 喝咖啡 喝咖啡的話會造成骨質疏鬆 其實我是希望說不要 大家因為要減肥 然後造成我們身體更大的負擔 那其實骨質疏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骨殼常常遇到的問題 那大家都知道 不要喝超過兩杯嘛對不對 對 不要超過兩杯 但是其實 很多時候這些要減肥的患者 他們其實 平常的飲食就已經不是很均衡了 尤其 最大問題在亞洲女生的話是 因為女生都 那不曬太陽的話 其實沒有維他命D3 鈣質就不會吸收 那骨質疏鬆的問題就更大了 對啊 所以 不曬太陽 對 所以還是要 牛奶製品 乳製品 要多吃 魚乾 曬太陽這樣子 所以不要再說我們造成什麼 以後年紀的誰推我們去曬太陽 你們女生現在就要曬太陽 剛才呢 黃醫師講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你如果會一直去灌咖啡 灌到這種程度 你是有決心要減重的人 你用這些方法都會瘦 因為你就是把它填滿你的肚子 但是問題在於它的副作用 第一個像咖啡 咖啡因過量真的會咖啡因中毒 這是有的 第二件事情是檸檬 醫生也常常遇到那種 以前有一陣子 不是檸檬治百病 印象沒有 每個人都要泡一壺檸檬水 他就遇到那種 天天用檸檬原汁套炸可以來先灌 後來去找醫生的時候 就胃不舒服去 醫生說他看到 屎上最多小洞的胃 唉唷 不能空腹 這穿孔了是不是 對 所以就是適量適度 檢測肥就是一個信念 你只要相信自己正在減肥 少量你就會成功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 這個我們看都是一個 Paper的一個部分 因為其實我本身就做 營養諮詢門診 我那邊有一台 儀器是可以測我們一個基礎代謝率 你喝了咖啡 可能就是原本你的基礎代謝率 是1200卡 我們喝了咖啡去測 可能大概1300 也就是說 你消耗的熱量 就是頂多多了100卡 其實就是連 就是大概不到半碗飯的 一個熱量的部分而已 所以你說其他事情都不做 飲食不控制 你只喝咖啡其實也不會瘦的 那針對這個咖啡加檸檬 這件事情 已經變成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第三個情報了 你覺得可以怎麼做 讓它可能比較成立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第一個 我們的咖啡就是一定就是要用 因為其實咖啡的問題很多 一定要去挑比較新鮮的 因為其實咖啡粉 有過期豆 有些瑕疵豆 過期豆 那些過期是什麼 會有一些黃曲毒素的風險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就是 新鮮的一個咖啡的部分 再來呢 就是檸檬 就是自己去挑 洗乾淨 可以自己做 自製啊 對 它有開果汁吧 對 生維藝 來 今天可以教我 可以 來 先過來 我們看看 教我們如何自製這個內容 就是現在目前放到的就是咖啡 對 其實這很簡單 因為這個就是我熬了 妳要不要說餵醫師兩個 兩個來唱稍微 身為一個專業的營養師 以及飲料店小公主的封號 要怎麼把健康的東西變得不難喝 就是我的職責所在 怎麼都不難喝呢 因為其實像我就先講 用檸檬的部分好 因為其實檸檬的話呢 其實這個就是先牽檸 我們就是大概我剛剛講就是半顆 帶皮 對 帶皮 你就是用溫水稍微沖一下 因為太久你會很苦 你可能就是會喝不下去 所以你大概泡個10到15分鐘左右 其實它就有這個熱 就是溫熱水的部分 如果你是譬如說 好 你是有自己去買那個 那個濾掛式茶包 或者是你真的就是有去買 那個咖啡豆 或者是其他部分 你就是利用這個溫熱水 你掛著就可以沖一杯 大概就是300CC左右 這個就是我們的檸檬咖啡 這個我剛剛做的 而且我還加了冰塊 會好喝一些 沒有加糖 味道 太想嘗試一下 你先喝 你怕出事是不是 也是腦子變瘦的 你幫忙服務那邊的朋友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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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實也還蠻好喝的 又沒有任何的負擔 好適合夏天來喝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檸檬加咖啡 另外一個就是綠茶加咖啡 因為其實綠茶裡面含有比較多的 蛾茶樹 蛾茶樹它是可以幫助我們學生 帶一切的 綠茶裡面有沒有咖啡因 綠茶也有 這樣咖啡因不是很高嗎 不會 因為就是一天不要超過400mg 那其實這樣子不會超過 它把那個咖啡有一點苦的味道 都給蓋掉 而且這沒有加糖 對啊 綠茶的好喝 而且就是沒有加糖 我覺得綠茶好喝 我覺得綠茶好喝 其實像綠茶其實還有做更多研究 其實它就是有去研究說 如果你在運動前 去喝這個綠茶的蛾茶樹部分 它是可以比沒有喝的人 就是 提高17%的 降低體質分 綠茶是真的有效 大家注意就是咖啡因含量 就是不要超過400mg 這個是一個重點 咖啡因含量不要超過400mg 也就是說不超過兩杯 就這樣兩杯 對 提醒大家一下 一天不要超過兩杯 謝謝 謝謝 最後這個情報 基本上呢 大家是 獲益肥浅 真的啊 有收穫 有收穫 妳或許覺得沒有非常明確的數字 或報告來支撐它 但是 在道理上面 營養師已經講得蠻好的 而且我們自己也心自是感受 味道不錯 味道是不錯的 而且喝綠茶真的可以增加代謝 來減肥 對啊 還不錯 好不好 有帶傷卻 而且堪稱成立 因為畢竟到目前為止 不多喝對身體沒有危害 沒有錯吧 暫時成立 好不好 暫時成立 挺好的 咖啡記得一定要選用 無糖的黑咖啡比較有效 當然咖啡因含量 一天不要超過兩杯 剛剛有各位提醒了 感謝我們今天收看 別忘了 每週到週五 晚上9月到10點 週天綜合賽 請收看精采大姐姐 祝您喝得愉快 喝得健康 拜拜